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那麼 休息了 沒關係,可以 休息了多久?兩個月 兩個多月 那上個禮拜呢 我們很高興就讓 懷敬法師幫我們談談維世學 那你們上個禮拜 懷敬法師來上了維世學 之後有沒有什麼心得或感想 有 有啊 跟懷敬論有什麼關係嗎 講得更細 講得更細 理論更精密 對不對 更複雜 或是可以講更透徹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為什麼說 師傅說你要上維世之前呢 要先了解懷敬論 你們要是沒有懷敬論的基礎 上次 懷敬法師這樣講你們聽得懂嗎 如果沒有 有了懷敬論的基礎 我看八成是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對不對 但是有了懷敬論的基礎 聽個六七成 應該沒什麼太大關係 太大問題對不對 那麼懷敬論呢 跟維世其實是有很深的連結 懷敬論只差沒有談 第七第八世而已 這樣了解嗎 那麼懷敬論的極大成者 一個是五種菩薩一個是世青菩薩 一個是世青菩薩 那麼極大成的最後呢 就是世青菩薩 他做了唯世三十宋 那就是唯世就發展到那個地方 可以說是最完整 那後面呢就是論師對 唯世三十宋的一些解說這樣子而已 那到了中國呢 玄庄大師翻譯了 柔譯 什麼叫柔譯呢 世青菩薩呢 做了唯世三十宋 來解說整個唯世的系統之後呢 後面有十大論師 當然很多 但是我們所知道十大論師 對唯世三十宋做了解說 但是呢 玄庄大師在翻譯的時候沒有把十個全部翻出來 他是柔譯 就是這邊翻譯些那邊翻譯些 然後把以父法菩薩為主 然後做成了 叫做義柱 或叫做義士 一邊翻譯一邊解釋這樣就對了 不詮釋翻譯也不詮釋他自己的解釋 叫做義士 就叫做成為世論 中國很有名的成為世論 那後來的中國祖師呢 研究為世都是以成為世論為主 這樣了解嗎 那居社論誰寫的 天清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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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清菩薩跟世清菩薩什麼關係 天清菩薩就是世清菩薩 翻譯而已啊 對不對 有時候翻譯天清 有翻譯世清啊 這是幻文字的同樣一個意思 這部論 跟唯世三十宋都是世清菩薩寫的 所以它有一個繼承的關係 也就是說 世清菩薩寫的這部論之後呢 據傳記上面所說啦 它之前是小秤 後來轉成大秤 這樣知道嗎 那它在小秤的論書的精華 它寫的精華就是這部居社論 那麼到了大秤之後 它寫的精華著作就是哪一部論 就是唯世三十宋 這樣各位了解嗎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我學這個是學小秤 千萬不要這樣認為 大小秤在於發心 你發大心 就是大秤 你發小心你學的大秤法還是小秤 各位這樣了解嗎 不要把這部論當成是小秤 如果把這部論當成是小秤 那問題就大了 你要把這部論呢 當成是什麼 三秤所共 大小秤所共的論 這樣知道齁 這就是為什麼說 你學為式 很多東西還是從這邊出來 對不對 你學為式 你不了解前五四 不了解第六四 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季社論沒有談到種子 再想想看 師傅在講季社論的時候 有沒有講種子 有沒有講煩惱種子 沒有 我說在講季社論的時候有講到煩惱種子 當然講啊 隨免跟煩惱常會不一樣 隨免就是煩惱的種子味嘛 是不是 所以他們 他這時候還是養種子啊 那 我上次有講說 英國月報 這個月為什麼會跟隨著我們 就季社論 我們照了業他會怎麼樣 這個業力潛存 是依什麼型態來潛存的 都忘記 沒關係 有空回去看一看 季社論說 這個不管是煩惱種子還是業 照了業之後呢 業力還是依什麼 種子的型態 潛存的跟隨著我們 只是到了維世呢 他又用第八式把種子儲藏在裡面 第八式像一個倉庫 這樣知道嗎 種子就是倉庫裡面的貨物 但是在季社論的時候 因為沒有七八式 所以他並沒有說有一個 阿賴也是把種子藏著 但是他還是利種子 這樣各位了解齁 這個就是季社論要學的很多東西 那麼我們現在再談回來 季社論呢 是告訴我們一個修行之道 很完整的一部系統 告訴我們怎麼修行 我們平時 你們在 你們在一般我們在講佛法的時候 或是外面講開示的時候 很多一般的觀念會開示 對不對 阿一切法無我啦 一切法是空啦 對不對 放下啦 隨緣啦 不要執著啦 我們還是要修界定位啦 修八正道 問題是 有沒有什麼時候 在哪裡很具體的告訴你說 界定位的關係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修界定位 有沒有 一般在外面很少這樣子講 甚至說 那麼我們從開始學習的時候 要修些什麼 然後到了什麼階段 要修些什麼 然後到了什麼階段 我們要修定 然後要修會 那很多人都告訴你說 我們要什麼 定位雙修 對不對 指觀相應 定位雙修 問題是 你們回想看看 你們在學伙的幾十年當中 有沒有人告訴你說 指觀相應應該是怎麼相應 定位雙修怎麼雙修 有沒有 沒有 據色論不要談喔 不就是說 你們來這邊 聽據色論之前 也沒有曾經 哪一 哪一部論或是曾經 聽過哪裡開示 上課告訴你 指觀應該怎麼相應 定位應該怎麼雙修 幾乎是沒有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說不定你們去哪裡聽過嘛 對不對 但是我敢說 一般來講幾乎是沒有 幾乎是沒有告訴你 怎麼叫做指觀雙修 但是 據色論在這個地方 很清楚明白的告訴你 怎麼樣 修定 然後有幾種方法修定 據色論包含的大部分 一般會講的 哪幾種 五種 叫做五庭新官嘛 對不對 那麼其中 技術人特別就有什麼官 和屬席官特別做解說 對不對 那不進官 裡面又特別針對 屬席官 告訴你屬席 依屬席怎麼修訂 進一步呢 更詳細的分別 依屬席官修訂成就之後呢 怎麼依屬席官 轉入會官 還記得吧 這個是事務上次 就是在放假之前所講的 剛開始元席嘛 元氣對不對 元氣 元到最後呢 什麼 慢慢慢慢從席 從氣 轉入 什麼 什麼柱 轉入試念柱啊 這是上個禮 上就是不是上個禮拜 這是兩個月前 事務要放假的時候講的嘛對不對 元席 然後元席 是四大所成 記得嗎 然後 接著來就講 因為四大其實是社 所以社 然後從社官 什麼 受想行 是對不對 然後官 五印五我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在講 屬席官的時候 就談到 定會的一個過程 叫做 叫做六行 也中國 喜歡稱作 六廟門 記得嗎 我現在 師傅現在在複習喔 我怕你們之前 兩個月回去都忘光了 師傅敢說 百分之 超六七十都忘光了 因為看你們臉 一臉疑惑的樣子 提到六廟門 好像還有點反應 其他的時候 好像一臉疑惑的樣子 六廟門呢 是據社論提出來 一屬席官 屬席 然後談 怎麼修定 然後 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怎麼轉成修惠官 這整個叫做六廟門 所以叫做 屬席什麼 直 然後 官 轉 或是還 滅 或是進 都可以屬席 官轉進 或是屬席 官還滅 都可以對不對 屬席 是修什麼 屬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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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修職 也是要成就定的 那麼要 要開悟至少要到什麼定 對 要開悟至少要有 未到地定的力量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定的幾個層次事務之前講過了 屬席 然後接下來呢 開始 開始 開始成就官了 對不對 開始先慢慢慢慢從 定 開始轉成官了 會官了對不對 然後 轉 就是已經完全轉成會官了 所以 屬席 是修定 官的時候呢 已經慢慢慢慢從定 轉成官了 轉的時候呢 是完全在會官上面 也就是試念處 在官試念處 記得嗎 官 對 屬席 官轉 到了進 或是滅的時候呢 紀事論把它定為是劍道 是劍道 這個是 師傅今天 慢慢慢慢 這兩個禮拜要慢慢慢慢講 要慢慢慢慢 提到的 那麼師傅講過 這個子官雙修定會相應應該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第一個 剛開始 你絕對沒辦法相應的 你不要以為我開始坐下來 我就可以定會相應 沒有那種忍耐 剛開始要分別修 記得嗎 定會要分別修 定怎麼修 修屬席 我們這裡叫屬席嘛 就是說 定要先修子 子 子是修的過程 或方法 那麼定呢 就是你到了一定的成就 至少未到地定 開始就可以叫稱作定了 所以子是修 是因 是修行的方法跟過程 定呢 是果 是到了一定的成就 所以剛開始呢 你必須 平時的時候就要訓練 我們講禪修禪修嘛 就是要開始訓練色心 那會怎麼修 定就是修職嘛 那會呢 會怎麼修 會一定要記住一個觀念 會學的程度呢 也跟層次的修行呢 也就是文師修 這樣記得嗎 會學絕對是文師修的過程 你不要以為說 我一下子就有辦法什麼 馬上都 會學不管是怎麼樣 它一定是文師修 這是會學的修學過程 這樣了解嗎 師傅講過好幾次了 文的第一步要怎麼樣 當然 當然是一定要聽經文法 對不對 文的第一步呢 一定是聽經文法 這個叫做文訓習 這個叫文訓習 你不要以為說 我這兩個沒有 我可以直接到 沒有這種能力的 你也不要以為 我沒有聽文訓法 我沒有文會 沒有師會 我可以開悟 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 沒有 你第一樓沒有 你絕對不可能蓋三樓的 這樣知道嗎 一定要 確認這樣的一個 你沒有文會 師會的能耐 你不要以為 我可以 我可以就 我就可以再定 定中起會觀 你沒有 沒有在近東起會觀 修會的能力 你不可能開悟的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沒有忽然間掉下來的饅頭 知道嗎 一定是這種層次的 所以 會學的 修學呢 一定要從文會 然後慢慢慢慢 天經文法之後呢 養成正見 這樣知道嗎 所以正見呢 師傅講過好幾次 就是 佛法的思維方式 佛法的思維模式 正見不是只是說 正見跟正知識有什麼不一樣 正確的知識不叫正知喔 正知正念 那又另外的解釋 正確的知識呢 只是 知識而已 有了知識 是第一步 但是知識並不代表政見 師傅講過好幾次 對不對 有 必須要有正確的知識 這是第一步 你要是沒有正確知識 你不要想說你會養成正見 因為你整個 觀念思考都錯誤嘛 然後到最後你怎麼可能養成正見的觀念 所以 先要有正確的知識 但是這些正確的知識呢 經過不斷的磨練 不斷的思考 還有不斷的檢視之後呢 慢慢慢慢養成一種正確的觀念 或是師傅常講的 慢慢慢慢在你心中呢 培養出一種佛法的思維模式 這個慢慢慢慢就是所謂的正見養成 各位這樣了解嗎 正見養成 那麼再來呢 正見養成之後呢 就進入到師匯的階段 師匯的階段呢 叫做行為的養成 自然的行為養成 也就是所謂的戒學養成 有時候我們觀念雖然很正確 我們也常常可以做 但是呢 很多時候在做的時候 跟你的觀念呢 因為這個什麼 習氣 或是說你無始以來的那種 那種行為 因為行為跟我們有時候觀念呢 還是會有衝突 對不對 你知道 我必須要這樣做不可 你知道 這個這樣是對的 但是有時候真正叫你去實踐的時候 還是有困難 這樣了解嗎 那麼 你慢慢慢慢這個力量越來越強的時候呢 你就是必須要養成師所成為 師所成為 師所成為其實是行為的養成 這個師你不要以為只是思考而已 這個師古代叫做智 政治的智 師傅講過好幾次了 意志的智 政治 古代翻成政治 或是叫做正思維叫政治 他不是思考思考 思考思考 最佛法的理解思考選擇 那個都是在政見的時候了 到了正思維叫做政治的時候 那時候實說 你有辦法 把正確的觀念付諸於行動 自然而然的能夠付諸於行動 叫做戒血的養成 什麼叫戒血的養成 戒是什麼 好習慣 善性 善性對不對 戒是善性善行嘛 善性對不對 那這些好習慣跟善性哪裡來 不是天生而來 是修來的 什麼修來的 怎麼修 由正確的觀念引導你 然後強迫你一步 每天的做每天的做 常常一直做一直去訓練 久了之後怎麼樣 就變成你的習性 好的習性好的習慣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才能叫做思所成慧 那麼這時候呢 對佛法的觀念呢 養成了之後呢 就是一個簡單的觀念 你有這樣的能力之後呢 你才能進一步再修 在聚社論或很多佛法 比較精密的定義裡面呢 所謂的修所成慧呢 其實是怎麼樣 定中做官 才能叫做定慧相應 定慧相應才能叫修 才能叫做修慧 這樣了解嗎 齁 那麼 四念駐官 上禮拜講到四念駐官啊 其實就是在講修慧 對不對 跟定相應嘛 四念駐官一定是在定中做官的 或是依定起官的 是在修慧的階段 所以你沒有前面這兩個 你不要想說你在定中有辦法做官 關不起來的 因為你那個印象不深刻 觀念不深 你要是說 十五講一切法無我 你是真的無我嗎 感覺上好像有一個我在這樣子 那你這樣沒辦法做官了 有這樣的疑惑 因為有這樣的疑惑呢 你必須在文會這個地方 政見這個地方就必須要養成了 那觀念就要清清楚楚 所以第一步 先有正確的知識 然後再有正確的觀念 然後還有正確的行為 那這樣觀念養成之後呢 接下來你才能在定中 起會官 那現在觀念 關鍵就是說 那麼在定中怎麼起會官呢 好 據社論講 四念駐官 四念駐官 這就是我上個禮 上個 上個學期要結束的時候談的 四念駐官 四念駐官呢 以文師修三總會為體 有沒有 據社論告訴你 以文師修三總會為體 也就是告訴你 你必須要文師修成就 好 那當然這時候 指的修會當然就是在定中做官 這是他第一步要講的 依 一定 或是指 而且根本的會官 稱為皮婆舍諾 Vipassana 有沒有聽過Vipassana 這個才叫做Vipassana 知道嗎 那麼指叫做什麼 指叫做 指叫做 Sammata 捨摩他 或叫做 捨摩陀 捨摩他 什麼他是什麼意思 自心 指 停止那個指 對不對 所以他 這個 必須要依指 然後起根本的會官 叫做Vipassana 所以沒有定 你不要想說 你能夠Vipassana 你沒有辦法Vipassana 你沒有辦法Vipassana 一定要有至少什麼定的能力 未到地的能力 你才可以起Vipassana 你才可以起官的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的 我去修內觀 我去內觀 你平時佛法你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麼 你去管什麼 你平時對佛法都沒有觀念 佛法到底講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是沒辦法起官的 所以大家呢 不要急 什麼不要急呢 其實師父都有在教 師父有沒有在教定 有啊 告訴你們理論 然後 每個學期啊 或是過幾個月 就會告訴 就會召集你們過來 打坐打坐 對不對 那平時就告訴你 定是怎麼學 這個 在教你們修職嘛 對不對 那師父有沒有教你們做官 有嘛 有嘛 但是還沒啊 先叫你們文師嘛 對不對 現在 你們來到這裡 你們來到這裡 師父不要求多 師父不要求多 師父要求什麼 你們來師父在要求這兩個 那當然這個是第一個 你來了這幾年 如果能夠把文會養成 政見養成 那已經是不得了了 這樣各位了解嗎 你來這幾年 你不要想說 師父我來這幾年 能不能開悟啊 我都沒開悟 我怎麼告訴你怎麼開悟 沒那麼容易的 你來這幾年 我們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那個 心不要什麼 浩高霧遠 浩高霧遠 不要一下子就想開 當然目標 佛教的目標一定是 開悟解脫 這是目標 對不對 但是呢 想開悟解脫的目標 是不是要從 眼前的一步一步走起啊 絕對是要的 絕對是要的 所以你來了這幾年呢 你只要齁 只要能夠養成 文會成就 正見養成 師父就很感恩了 真的啊 你不要以為這個程度很低啊 你一個學佛了幾年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你能夠把佛法的正見養成 養成正確的觀念 這個正確觀念是信心不移動的 你發生了什麼事 人家跟你講說 那個有一個神醫 那呢 自製的摸了什麼藥給你吃 馬上好了 那個業力 業障馬上消幾百截 你不要動不動就被這些所疑惑 你要是動不動被這些 對因果業報 對四弟元吉 對佛陀講的無常無我法 你要是沒有正確的認知的話 對因果業力沒有正確的認知的話 一旦你有什麼病 或是什麼東西 天災地難發生在你身上說 你動不動就被轉移了 那個絕對不是政見 這樣各位了解嗎 那個絕對不是政見 政見養成就是告訴你說 哪一天告訴你說 欸那個業報 都那個業可以消的 你做了什麼多少業 你去那邊 給他做做法 給他灌灌挺 那個消了幾百截的業 如果你還能說 沒有這種事情 法要靠自己修 因果業報是自己一步一步慢慢來的 如果你能夠堅定不移 不管受到什麼樣的挫折 或什麼樣的環境的遭遇 你還能夠堅定不移的話 依著文師修界定會 這樣子去修的話 那表示你的怎麼樣 表示你政見已經慢慢開始養成 而不會再去信一些外道 或是那些違反因果的一些思考跟思想 所以政見養成總不容易 很難的喔 政見養成是很難的 但是你們不要浩高霧遠 政見沒養成 你不要只想跳到後面去動不動 就怎麼樣 想成地極果地極果 或是地極祭菩薩 沒有那麼容易的 所以學佛從眼前開始一步一步走起 好 那麼開始做官的時候呢 要依試念處 以旨來說 那麼官 身受心法的不盡苦無常無我 這樣知道嗎 官身不盡 官身不盡 這個不盡呢當然不是 像 也可以說是不盡官那種不盡 但是不完全是那種不盡啦 反正就是告訴你 我們這個身呢 怎麼樣 四大 五運合合所成 對不對 人理人善 人聚能合 沒有什麼好執著的 這個叫做官身不盡 好 然後 官受是苦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受一定是苦 蛤 對 講得好 你們要自己的 你們能回答這個算是相當不容易 因為 現在我不打雅米 師父常常以前在講解的時候會問大家說 你們覺得世間是苦呢 是熱呢 還是什麼什麼 很多人說 啊苦啊 有些說熱啊 有些不苦不樂啊 有些說看狀況啊 對不對 但是就佛法來講 深層的 檢視來講 如果你還沒開悟 這個世間絕對是苦 這個受絕對是苦 為什麼 世事無常 但是我們的我職 會去執著怎麼樣 常 會去想要擁有 會想要去保持 但是 面對著這世無常的變化 這種造成的衝突呢 就絕對是苦 這種苦呢 是生細的變化 不一定是說我現在肚子痛 所以我苦 這樣知道嗎 這種苦是潛在內心 對於外在無常的不能接受 那你說 師父那我能夠接受無常的變化呢 但是 你能夠接受無常的變化不是嘴巴講而已 是你真能夠這樣子 所以我說 能夠接受無常變化 真正能夠接受 如果說一個人 不是真正 一個人如果說 他說他能夠接受無常的變化 那只有兩種人 師父常常以前講過嘛 一種是真正的聖人 一種根本是迷迷糊糊的人 無關緊要的人 這樣了解嗎 真正能夠接受無常變化的人 一定是開悟的人 那我們學佛者 我們學佛者 少分幾分 看你學的程度 對不對 看你放下的程度 我們的學佛者呢 能夠多或多或少 去接受這種無常的變化 所以誰 越能夠有能力 去接受無常的變化 誰的修行就高 因為誰的 因為誰的 你能夠接受無常變化 你的貪稱值一定怎麼樣 一定相對比較低的嘛 對不對 你的貪稱值很高 就表示我值重 我值重 就表示越不能去接受無常的變化 表示會越苦 表示會越苦 所以這個叫做苦 好 那麼當然啊 關什麼 深受心法嘛 關心無常 對不對 關法無我 對不對 一切的 這個法 不管是內在外在的 根本沒有一個根本的我 有一個和和緣起的我 沒錯啊 但是沒有一個根本的我 這個東西師傅在過去已經 有沒有解釋 解釋的太多了 這個所以這個要了解 好接下來 他可分了兩種觀 一種叫做 別相戀柱 自相別觀和共相別觀 一個叫做總相戀柱 接下來師傅講 講快一點 講快一點 因為這個上次講過 如果不了解的話 可以再 因為現在好處就是 趙偉有在攝影 所以我們可以 往上可以看 往上可以看 好 自相別觀呢 就是個別觀察 深受心法的各個自信 深自信叫做能造四大所成 叫不盡 對不對 官身不盡 單一官身不盡 官受是苦 剛才講過 官心自信 心亡六四是無常 官法自信 官法自信 除了心亡以外呢 其你的心所法 不相信法 無違法等等的 都是無我的 這個就是 試念出官 叫做自相別觀 那麼共相別觀呢 一切法的共相 一切法的共相 一切法的共相是什麼 有違法 一切無常 然後苦 然後空無我 這是一切法的共相呢 以這樣的共相呢 個別去觀察 深受心法 就是官 官身無常 官身是苦 然後 官 身是無我 然後官受 一樣 無常苦無我 官心 也是無常 苦無我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叫做共相別觀 上面呢 各個的叫做自相 叫做自相官 下面呢 叫做共相別觀 那麼 這邊呢 我稍微提到一下就好了 大乘呢 就直接官 深受心法 一切法空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官法並不是什麼不一樣啊 只是 紀社論比較重在無我 大乘呢 剝落中官 就重一切法 畢竟空 各位這樣了解嗎 那個當然 以後我們講大乘的時候再講 那麼為氏是不是講無我 為氏也是講無我 對不對 為氏所限 為氏是什麼 氏也是變況無窮的嘛 他講 外無我 內無我 外 為什麼是無我 為氏是講 外當然是無常 但是為氏講得更心細是 因為外 外在是內氏所限 所以外沒有自信 外是虛望 對不對 那這個氏呢 是不是虛望的 對啊 氏當然是虛望的 因為氏是被 怎麼樣 煩惱 就是第七世的煩惱 所染灼 所以呢 獻出的像 還有我們的分別執著 兩個都是虛望的 都是雜然的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為氏所要講的 為氏所要講 不過這以後 以後再談 這裡呢 這個 據色論呢 比較重在於說 深受新法的觀察 跟深受新法的觀察 那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觀察是小秤 我告訴你 不管大小秤 都是要從這個身心觀起 波若金講一切法空 但是波若金在做官的時候呢 他在管哪裡 心經地計畫講什麼 然後什麼 照見 照見無印皆空 他不是 師傅在講清楚 不是照見別人的無印空 是照見自己的無印皆空 對不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其實 會通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這裡是講 觀察 身心無我 但是身心當然就是無印 那 波若金告訴你 外面管關一切空 但是真正在修 到最後的時候 要收射回來 觀照自己的身心 這樣明白嗎 為什麼要觀照自己的身心呢 因為第一個 這種觀才會集中 才會搶 這會集中才會搶 第二個 身心是自己最貼切的感受 記事論舉一個例子 記事論舉一個例子 說 你那麼管的觀 比如說一個人 一個富翁 他是古代的例子 我現在用現在的例子 你很有錢 你現在要去旅遊 對不對 你很有錢你要去旅遊 那麼旅遊的時候 是要花費很多 對不對 我問你 你是要帶一大箱鈔票出去呢 還是帶一張卡就好 當然是帶一張卡就好了 你不是拿著一個皮箱的鈔票出去 這據舍人是這樣說 那據舍人不是用卡啦 據舍人那時代沒有卡 據舍人用什麼呢 據舍人說 一個富翁呢 要出去旅遊 他當然要一大堆錢 他把他的幾個房宅 變換成什麼 賣掉變換成什麼 銀糧 銀糧 對不對 然後 然後要走 但是他想說不對啊 銀糧 那好重 好幾條車要拖 那怎麼辦 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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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換成黃金啦 更少一點 那黃金也重啊 好 因為印度可能沒有銀票 中國有 他說換成珍貴的珠寶 那珍貴珠寶一戴就好了 一戴就戴在身上就走了 他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你關的時候呢 到時候真的要收稅回來 關到我們的身心 第一個容易集中 第二個 我們的身心是最貼切 跟我們最貼切的 你 我跟你講 很多人可以關 關別人都空沒問題 哈哈 但是一旦跟自己有關係的 那就很困難了 要關框就很困難 所以 要從自己的身心關起 好 好 再來 更複雜啦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什麼雜緣做官呢 首先第一個叫做不雜緣做官 為官身不盡受苦 心無常法無我 對不對 但是呢 他一個官法叫做雜緣做官 為官法 唯有法可以做雜緣做官 依法 身受心法的法 依法 為主而官其他 這個有三個 一個叫做二二合 身跟法 和官不盡無我 這個 不是很難懂吧 對不對 那 然後接下來就是 受法 苦無我 心 跟法 無常無我 三三合 身受法 那麼身受法怎麼樣 官身受法怎麼樣 不盡苦 欸欸欸 不盡苦 無我 對不對 然後 身心法呢 不盡 不盡無常 不盡無常 無我 對不對 就是這樣官 那你說 師父為什麼要找麻煩啊 不是 來 誰告訴我 師父上次講過 為什麼要這樣子官 從簡單的變得複雜 最後要關那個 就是 都要關 不是 就是說他 最後就是 呃 身受心法 要一起關 對呀 一起做不到 不能一下子 就一起關 就先關 先關一個 然後再關兩個 然後再關 最後你就有能力一起關了 也這個 這個講法是對的 是合理的 對 沒錯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它是要讓你訓練你的官的純熟度 這樣你知道嗎 要讓你能夠隨時 不管是這個 四個 不管是這個那個 這個跟那個 隨時都可以關 這個是訓練官的純熟度 以前運動的時候 比如說打籃球啊 還是什麼的時候 有時候叫你往前跑 有沒有人訓練我往後跑 有啊 有啊 有 打籃球的時候訓練往後跑的 然後訓練左右移動 他為什麼要這樣訓練 訓練你伸手的靈活度嘛 你不是我往前衝一百很厲害這樣 不夠 後退也要很厲害 不能跌倒 這樣不夠 你直線不夠 如果問題是 你真正在打球 或是真正在 在練功夫 你要左右都很靈活 所以 他練功夫 或是打球什麼時候 他會叫你 什麼 做各種姿勢都要很靈活 這就是訓練嘛 欸 我們做官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他告訴你說 要四種讀官 還有雜員做官 有二二合 然後有三三合 最後做四法 和言官 是叫你這樣無不斷的各種訓練訓練訓練的時候 讓你官度成熟 讓你隨時都能做官 各位這樣了解嗎 這個就是一種官的訓練 一種官的訓練 所以你會覺得 據說論這樣講很複雜 還是很合理 很合理 是不是很合理 你們如果沒有聽過這樣子 跟你們平時以前 想的有沒有不大一樣 還是你聽了這樣反應 大家就說 喔原來修行做官 還有這麼的學問在喔 不是你隨便 以前隨便 喔佛法就是 宋聰軍啊 界定會啊 打打坐啊什麼 但是實際上 他內在都有很深的道理 有很深的道理 到這裡應該沒問題吧 來那個 我忽然忘了想問 對 孫雲啊 哈哈 來 提個問題 好啊 就是 是 按大神經典來實際化 就是 不盡 苦 還有這個 無常無我 對 它也屬於顛倒 在那個 大涅槃集裡面講了八道 這個是其中四個 我現在的問題是 就是說 呃 這個我們做官是一種訓息吧 如果是關這四個 如果 如果 學習時間長了 將來回小 向大的話 有些是回不過來的 因為 有些大乘經典 佛還沒講 那很多阿羅漢就退場了 那個 這個 這個問題齁 以後實務成果之道 談到大乘 那個大乘 大乘 談到大乘的時候 我們再來談 這個是一個 但是問題是說 大乘有很多種說法 不只是單一種而已 這樣你了解嗎 法華經是 法華經講的 皆供成佛道 一襯法 這樣你知道嗎 那麼 波羅中官講的 這個是通於大乘的 一切法空 也是這個樣子 他說 了了說 就是無我無常 無常無我 救死的說就是空 所以大乘中官講 我們官這些人是通大乘 大乘的空法 只是你官的重點在哪裡 所以 所以金剛經講什麼 金剛經上面講什麼 金剛經講 如果一個出國 執著他出國的話 他就不是真正出國 他的意思就是告訴你什麼 出國的聖人 他還可以了解波羅金的空法 跟這個是通的 所以 中官說 分別講叫三法印 就是講一法印及三法印 他是通的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你講的那個 提的那個問題是有 但是那個只是某一種講法 但是你要知道大乘是非常廣的 他有各式各式各樣的講法 所以 到了 到了中國的主持就判 判教 帳通別言啊 小死中頓員啊 各式各樣 但是我這裡不講 太複雜 那麼基本的修法 不管你判什麼 小死中頓員什麼 但是 我說過 就運順導師 還有中官學者來講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三乘所共 你要修大乘 你也必須要修中 你這個東西搞不懂的話 你不要想說你空可以搞得懂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這樣似乎也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更細微的 以後 你可以私底下找師傅來討論 因為這裡不談大乘的東西 一談 很多初學的同學會整個暈了 來 所以你剛剛提的那個 我只是說我最近 那個 這樣子啊 你是要問師傅呢 還是你要講你的心得 我不是我的心得 因為 你講到就是說 譬如一開始 說這身是苦 神經常把握 最後 開始 常漏我經 就說人家持續 我就想起來 那個 因為我最近才聽到那個 慧憲法師在講法華經理 他說那個法華當年有 不論是三千還五千 內席 五百 對 五百 那些人 那些那個已經是 師酸是 對 他們後來在涅槃 涅槃會上的時候得度 啊 這個這些東西我們不討論啦 師傅跟你講過啦 大乘金有各種不同的大乘金 有各種不同的講法 就中關波羅來講的話 他覺得這個是可以通 是可以通大乘的 沒有太大的問題 龍樹也是這樣子認為 這樣了解嗎 大乘 我說大乘是非常廣 非常複雜的 不要說以為 單一哪一部金才叫做大乘 大乘有好幾個細的 這個以後再 趁我知道裡面 師傅會慢慢跟你談 但是呢 你要把 這樣的一個管法 不要當成是小乘 這樣一個管法 當成三乘所共的一個管法 齁 波羅中關上面 在關的時候 也是觀察身心的 也是觀察身心 齁 如果 呃 赤地的話 叫做從無常無我關起 但是呢 當然你也可以 關身心一切法控 三個是同的 齁三個是同的 有空齁 孫妮你把那個 印順導師 佛法概論裡面的 三法印 即一法印 你看過嗎 去那個 再把它理解理解 那個就是中關學 不是印順導師的意思喔 是龍樹 中關學者的 的看法 齁 論師 龍樹啦 輕變這類菩薩 樂稱這類菩薩的看法 齁 還有其他人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剛才 孫妮你在問了什麼 那沒關係 以後師父會講 呵呵呵呵 呵呵 那師父 孫妮你也 不用不好意思說 以後不問沒關係 你問師父會告訴你說 怎麼樣的狀況齁 但是這些問題 你私底下可以找師父討論 師父也很有興趣跟你討論這些問題 好其他同學 LOLA到這邊大概可以嗎 很多不是很懂沒關係 一步一步師父會慢慢在講 會慢慢在講 你也可以回去把之前的 先看一看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休息一下 接下來會有 慢慢慢慢新的東西 這樣復習可以嗎 有恢復記憶的嗎 還是可以說 其實我都懂 師父太囉嗦了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 會斟酌 來那個 趙偉可以了嗎 好 好來 所以你目前聽到這樣可以嗎 大概可以了解齁 很多東西有空來找師父 師父在跟你有空聊聊 好 好 那麼接下來呢 總項念著 我們不是有別項念著 總項念著嗎 總項念著 同樣 官深受心法不盡苦無場無我 那麼你會想說 那前面的什麼 四元和官啊 跟這邊總項念著 不是一樣嗎 這裡還是有不一樣 前面的司法和員官為別項念著 此司法和員官呢 為總項念著 是官至成熟之後的直關 差別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個成熟又不成熟 欸對 不成熟的時候 是從前面的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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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到四個嘛 對不對 這個是你前面這樣關關關 關的不知道多少次的 很成熟純熟之後呢 以後開始照味道地定入關 直接關這個 直接四法和官就可以了 就是你入定 你入定之後一起關就直接關 就直接關這個 前面是你要從 慢慢往上關 從一個一個別關 然後慢慢關 關這個關這個 好兩個 兩個兩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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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嗎 在就是說 沒有在就是 別項 就是 別項的時候 你是這樣子 就是說 比如說你這次關 你以 關身不敬為主 這樣知道嗎 練練練 練到很成熟的時候 好另外再關 身 受 心 這樣子 那四個都關到很成熟 純熟的時候 兩兩關 兩兩關 這樣知道嗎 因為你一個都關不起來 你不要說兩兩關 呵 你連關身不敬都 都關得亂七八糟都沒辦法起關了 你不要說你兩個兩個可以 更不用說四個啦 這樣知道嗎 所以就 說味道地定好 有了能力 然後你對 這個 文師 你對修會 對這個 諸行無常啊 對這個 對身不再那麼執著啦 也不會 可以開始 今天入了之後 我這一陣子 先關 身不敬 先關身不敬嘛 對不對 那你說 是不是關兩天 不是啊 不一定啊 看人啊 有些可能關身不敬 關個一年都有可能 對不對 關身不敬 關個一年 守了 再來關 好了 數定幾個月 因為條件不一樣嘛 這個會退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都還是煩乎 你在修也是會退的啊 比如說 你關身不敬 本來已經關得很好的 結果 這一陣子的生活 整個因為 對外援的關係整個亂掉了 我是一個做生意的 本來都已經處理得七七八八 我也不大想做什麼啊 現在關關到很好 欸 忽然間 經濟大起伏 大變化 我的生意 發生了什麼大問題 我必須去處理 你一處理 你整個心思怎麼樣 都花在那邊了 對不對 欸 你再回來關 可能就 退了就關不起來了 那就要再花時間 這樣子啊 所以跟 跟很多外在的因緣條件 都有很大的關係 也有可能是 你前面關身不敬關了一年 好不容易關到很成熟 然後 關第二個的時候呢 由於前面的基礎 第二個 幾個月就上手了 也有可能 這個每個 每個狀況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但是你如果能夠這樣修這樣關呢 這樣的力道 帶到你平時 你也會 對事情的發生也可以組織泰然 你的 你的貪生之力量一定 比別人更弱 你對於五場變化的應付能力 你有辦法到這個關的能力的話 你一定比別人更強 大概是這樣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請起來 請問一下 兩個兩個關 三個三個 全部總關 他在關的境界 他並不是說 他關的時候 他就關這個 他是同時一起的 這個 你說怎麼樣 不是這個念頭啊 就我們一開始 只能關一個 只能關一個 剛開始 然後兩個就是 同時關兩個 並不是 我花這段時間 我關這個 然後就這樣跳來跳 來來回回這樣關 不是 你要是 兩兩關的時候 就是整個同時 兩個同時關的 就等於兩個關變成一個 變成是說 這樣子這樣子 對對 融在一起的 這樣知道 所以你必須要先四個 分別關 關到很純熟 你才可以量兩關 你不純熟 絕對沒辦法量兩關 這樣知道嗎 可以嗎齁 大約這樣看得到齁 你看不到可以前面沒關係 好好好 來 那個 富裕 那為什麼要 單獨關以後 總統關 因為師傅剛才有講過嘛 他有次第的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說 訓練的關係 讓你純熟度 因為你 不純熟 你沒辦法四個一起關啊 不是 就是說 那 就是他 你說 先要 單獨關 然後再總統關 對 這個總統關 是要比那個 單獨關的 要更 當然要更精密更強啊 當然啊 對啊 這樣了解嗎齁 好 接下來呢 你能夠這樣之後呢 慢慢慢慢的就可以進入所謂的四上根 因為呢 你 四種關 都還是在訓練當中你 各位這樣知道嗎 好這種訓練呢 關關關關到成熟之後呢 成就就會慢慢慢慢出現了 成就慢慢慢慢出現呢 這時候就會進入所謂的四家型 又叫做四上根 叫做軟鼎忍 四第一法 哇 你如果能夠做到這個那個 不得了 前面四念處 都是在關而已 你知道嗎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東西 沒有力量成就 但是你關到 四遠和關 關到一陣子之後呢 慢慢慢慢慢慢那種 上根力量出來的 或是那種無漏會的那種前項 還不是無漏會喔 我說的是無漏會的前項 慢慢慢慢產生了之後呢 這個就叫做入四上根 以諸法共向無漏苦無我官 我總官深受心法 對不對 這時候呢 就可以入數入四上根 好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好 這四上根呢 叫做順絕則分 順絕則分 叫做順絕 四第一法 又叫做四加形 什麼叫加形呢 就好像 我們比如說 我們你們有看過那個 跑馬拉松的 不是軟生喔 這四個不是軟生喔 跑馬拉松 跑很久對不對 跑跑跑 不是不是 跑跑跑 跑到 前面快到了對不對 前面快到的時候 衝刺 衝刺 快到時候趕快衝刺 因為快到了嘛 對不對 這個加形呢 就是有 更加力量 吹下去的意思 油門踩下去的意思 因為 這個四個呢 因為你前面能夠這樣做呢 我說嘛 會的無漏會的前項已經出現了 你這時候不能放 不能放給他走 這時候要更加用功的 怎麼樣 加油下去 然後那種 那個圍肉會像就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這個呢 這四個 它有四個階段 叫做 軟頂忍四滴 為定中官至成熟即將見到的加形 有沒有看到 即將見到的加形 師傅 師傅 是不是說你修到了那個能夠做 總相 總相念 就是 就是 你離 建道就已經不遠了 可以說 不遠了 可以說不遠了 但是到底多遠不知道 每個人狀況 那個都會退的喔 你已經 總相念官很熟了 但是如果說 你因為什麼因緣之下 沒辦法再練了 不修了 不修了 會退 什麼到哪裡不會退 等一下師傅會講 基本上到人 才不會退 知道嗎 軟跟頂都會退 人就不會退 等一下師傅再做詳細的解說 所以呢 這個叫做 順決則分 那前面那幾個叫做什麼 順什麼分 順解脫分 這個順決則分 善 為什麼叫做四善根呢 善是指無肉善 是無肉質 根呢是人生能成長的意思 就是說這四個呢 人生能長 無肉質 人生能長無肉質 就是無肉質要靠這四個 才能啟發出來 前面是訓練啊 過程嗎 這裡已經有慢慢有結果出現了 這裡已經有慢慢結果出現了 就好像燒開水有沒有 前面水一直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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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到慢慢慢慢冷水已經開始有溫度出來了 對不對 那個溫度已經慢慢呈現出來了 這時候呢 你火再開大一點 它不久就滾 這樣各位知道吧 就進入這四善根 好